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每次重大刑案的侦破 除了检井是最大工程外 冥冥之中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 发生在2007年南华双尸命案 当时受害的家属为了能够早日破案 特别前往有300年历史的 全台手艺献城隍庙上香 向城隍爷告状 结果几天后 终于让凶手现行 而这一起重大刑案 要从案发前 台南警方所败的国姓爷说起 那种的野心 谁的 他找他 刀销分开 大家都不知道 剪刀的队长 看到刀销怎么分开了 那弯大结合料了 开一翘就见光又血光之灾啊 台南县预警分局的侦察队 公奉十几年的国姓爷 外传木剑出翘 会有血光之灾 中原普渡这一天 不知道谁把木剑拔出来 和刀销分开放在国姓爷的两旁 巧合的是 在半个月后 辖区内南华乡一个偏僻的渔池 浮起了一男一女 两具尸体 我没有收污 女子是失蹤三天的60歲農夫柯玉梅 但是男子到底是誰 柯玉梅和他又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會一起沉屍在魚池裡 警方展開收山找證物 老婆的證物啊 什麼證物啊 這也找到了嗎 對啊 還找到了 我真的笑得沒得到 看到老伴躺在停事間 被一刀一刀解剖 王仙哭到連話都說不清 驗屍報告說 柯玉梅和無名男師都是遭到樂婚 再活活被丟到魚池裡溺死 確定是他殺 原本警方一度懷疑丈夫王先生涉案 但是在確定柯玉梅 7年前投保了20萬的保單 早就退保了 排除丈夫圖謀保險金的可能 這個時候 雙師命案陷入了膠著 檢警第三度回到現場 抽乾了魚池的水 尋找蛛絲馬跡 怎麼長久了 這也很難 更讓家屬難過的是 死者柯玉梅的家人來招魂 兒子拔杯20幾次 沒有一次成功 難道是柯玉梅的冤魂不甘心 兇手逍遙法壞嗎 這是全台手藝現成皇廟 正好設置了公安桌 請出了成皇爺還有范謝兩名將軍 供冤魂來申訴冤屈 家人決定要向陳皇爺告狀 他先來寫庫草 先來寫索文 畢竊花都開了 全部開了 拿香 就求 求成皇爺 這個 他求的時候就叫我們黏 這個客戶的名字就是 瓜玉梅 他出生年月 他大堆 他就參世 聽成皇爺說要做主 跟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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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曲 讓他抓起去破案 然後 農休之後拔杯 看成皇爺說要替他做主 他就拔三杯少爺 新王爺就說好嗎 對 他答應說要替他替他做主 神奇的是 這次連續拔杯三次都是醒筊 陳皇爺答應了王家人 要幫忙抓出兇手 不知道是巧合 還是冥冥中有股力量 有民眾向警方指認男士的身份 透過DNA比對 專案小組終於查出無名男士的身份 是45歲的陳靜忠 只是還找不到兇手 這時 死者可與美的家屬 找上了臨界翻譯官潘敏傑 人稱潘施傑 死者丈夫王仙恩想要透過翻譯 聽聽往生的太太要說起什麼 阿伯就要拉開兵櫃 要讓我跟他對話 但是我們就會說何時說 阿伯你好 我什麼人來看你 阿伯跟你說話 你不用驚訝 阿伯就說阿伯 柯姨妹阿伯就說 夭壽了 我就沒有穿衣服 要怎麼看人 阿伯說阿伯阿伯說 我叫偷工跟你穿衣服 沒有啦 阿伯堅持 往生的太太大體 不可能沒穿衣服 難道是潘施傑的翻譯有誤嗎 阿伯就不相信 就直接把那時代全部拉開 阿伯抱歉啦 整個辛苦 更更讓你們看到 阿伯看著說 這個啦 阿伯 我就準備 叫偷工 也保證 叫你穿衣服 生了他不穿衣服 潘施傑 潘敏傑當場看到了這一幕 有些尷尬 但死者 還是有話要說 那沒有穿衣服 要怎麼出你揚風秀 阿伯說 好啦 我才一定穿衣服 我才能穿衣服 阿伯說 穿衣服 我也要穿衣服 一定要穿衣服 我要說 待會 我要出租的時候 衣服一定要抓到 什麼是偷工啊 就是處理 桑葬墓穴的工人 過去殯葬業不普及的時候 地方上有人往生 都是靠偷工啊來處理後事 從收屍 清理大體 聯絡棺木 安排法師念經等等 其實呢 就像是現在李醫師的角色 警方查出 死者陳靜忠他的經濟狀況不錯 不太可能為錢殺害了柯玉梅 只是這兩名死者明明沒有交集 為什麼會在一起受害 正當警方百思不得其解 恰好 從陳靜忠的家找到離憤 跟柯市民簽的桃花新墓買賣契約 難道陳靜忠的死跟這有關 警方進一步追查又發現了重要線索 命案當天有經過周遭道路的車輛 過濾之後有三萬多筆的資料 而進一步的比對 發現柯市民女友的休旅車 曾經在命案當天出現在現場附近 再從車來追人 發行車輛就停在柯市民他所經營的PUB前面 案情急轉直下 鎖定柯市民等三人涉案 就在柯玉梅出病的這一天 三名休閒落網宣布破案 找到座案用的休旅車 座椅上面還有好多血跡 祖賢柯市民不但沒有清醒 還大剌剌的就開來開去 甚至每晚就停在PUB前面 一點也不在乎會被人家發現 連用來殺人的背包背帶也沒有丟掉 他非常冷靜還有相當冷靜 凶暴 要把兩個被害人弄死 是相當的殘暴 而且他現在戒指說他當晚喝醉酒 在這裡 就坐這裡 然後柯市民坐在這裡 這時候成績中 然後我一久又把它弄到這裡 你有把腳弄下去嗎 你一搬過來嘛 你只要把腳弄下去嗎 柯市民呢 柯市民坐在這裡 自己拖下去 你們... 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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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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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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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柯玉梅的親友氣憤難平 尤其是她的丈夫痛心地追問 為什麼要害死他的老伴 你怎麼愛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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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愛我 你怎麼愛我 他怎麼愛我 你怎麼愛我 他也是病 他病人 他病人 說他也有中 他也有中 你也有中 39歲的祖賢柯市民 曾經因為販賣槍毒被判重刑 入獄11年 命案當年才假釋出獄 而27歲的江武哲 34歲的陳俊傑 都是在獄中相識的 而死者陳靖中 平常她是在台南 從事園藝造景的生意 其中嫌犯江武哲的母親 在南西鄉 栽種了一公頃的桃花新木 命案當天 祖賢柯市民三人 和死者陳靖中相約 要到現場來洽談價格 發生了激烈口角 四個人上車之後 柯市民認為陳靖中 是故意破壞交易 所以在行津南化鄉北寮路段時 突然從後座 以隨身攜帶的背包袋子 樂住坐在右前座的陳靖中 直到他當場昏厥 柯市民尼克指示其他兩人 把車開進山區來棄屍 看到一處果園 有一個藍色的塑膠桶 打算就把陳靖中 塞到桶子裡面再棄屍 偏偏柯玉梅 正好來果園工作 以為柯市民他是鄉公所的人員 來查看風災 所以婦人就騎著機車 上前打個招呼 嫌犯一開始就藉口說 朋友喝醉酒 是要找地方讓他來清醒 沒想到 站在柯玉梅後面的主嫌柯市民 擔心事蹟敗漏 決定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下手把他樂婚 一個又被發現 那當然就有連擊他殺機 當場其他兩位嫌亂 根據他們的口供 他們都制止他 不要對這個婦人下手 但是柯市民殺死 殺了我們 最後還是把他樂死了 兇殘的行徑 讓兩名同伙看得毛骨悚然 最後還是聽從柯市民的指示 把昏迷中的陳靖中 還有柯玉梅 就丟在距離果園 兩公里遠的魚池裡溺死 專案小組終於明白 為什麼不相干的兩人 卻同時沉濕在魚池裡 三名凶嫌逃亡17天後落網 撕著家屬大喊老天有野 先是讓陳皇爺告狀 再透過了臨界翻譯官和王者溝通 果然在出病的這一天破案 真相也水落石出 終於將兇手繩之以法 了了一樁心願 但是臨界翻譯官潘允潔 再次來到十澤的排位前 居然又聽到了柯玉梅交代遺願 這種情況還是第一次遇到 我跟阿伯沒吃 我跟你偷偷說 你叫我媳婦趕來聽 你如果說我以前 躺在拖子 用那個 我在跳舞的衣服 拐著拐著 那裡有一包金子 這金子你偷偷翻譯官 不能讓阿伯 萬人喔 如果阿伯 客氣的時候 連四方錢都要透過她交代 媳婦聽了也覺得納悶 這是真的嗎 打電話說 嘿師姐 我跟妳講 媽媽的金子我找到了 謝謝 我真的有找到了 只是萬萬沒想到 對死者家屬來說 傷痛還沒結束 就在柯玉梅過世後兩年多 她的兒子在外面釣魚的時候 不明原因 連人帶車 衝進了南化水庫溺死 讓老父親在三年之內 接連面對喪妻和喪子之痛 現在還得拖著年脈的身軀 負起養育三個孫子的責任 至於犯下雙屍命案的三人 負責棄施的江武哲和陳俊傑 兩人都判處無期徒刑 祖賢柯士林還在賈世期間 又犯下了殺人案 手段兇殘 最後死刑定驗 2010年槍決伏法 也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價 這正好應驗了陳黃廟門簾寫的 為惡者 楊綠欺瞞能信免 因絲欺算總難逃 這是南華雙屍命案的始末故事 有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別忘了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十幾年德國專利 體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巴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囉 策行 中原Look No 中原章